好的,美好的周,美好的周末啊,美好的周末,我们来把这个Favospeak给拍了,一会儿老孙要过来 好的,最早听到鹦鹉罗小烟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说Aspire难道又出了一款基于那个Nautilus啊,鹦鹉罗的那个物化仙又打造了一款小杆子吗 我当时以为是去年展会上我看到了那个盒子啊,因为那个盒子背面设计的并不是很好,另外一边看起来挺漂亮的,但另外一面呢,就很板正 那个机器好像在国内好像也没有人提及啊,后来我一看,哎,这是Favospeak,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把它叫做鹦鹉罗小烟 我想可能是从第一个评测的那个人,把它跟鹦鹉罗扯上了关系啊,实际上的Lautilus呢,鹦鹉罗是Aspire里面的一个物化器的一个型号 一说起啊,成品物化器或者什么入门物化器啊,很多人都会说啊,鹦鹉罗第一考虑 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几年前我刚入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 好的,所以一个产品给用户造成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坏事情 如果他们自身无法超越自身的话,我想这一体程度上也是有一点悲哀 就说明他们在鹦鹉罗之后再也没有推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了 呃,实际上也有啊,但是就是像鹦鹉罗那样有那么大印象力的啊,在液泪造成整个印象力的没有了 就跟UL一样,UL出了卡里帮之后后面再也没有超越它的产品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悲哀的一个事情 好,说这么多我们来说一下这个File Stick,File Stick呢我是在 呃,差不多一个月前说到了吧 我当时用了一下,呃,当天给我的使用感受呢并不是非常的好 呃,第一是它的这个产品比较方正呢,比较板正,是我想起了第一手拿到苹果十二手的感觉 就是它还是有点,它的整体造型设计上它的手感并不是让我觉得很舒服 呃,第二呢,Pod的使用我在当天的时候就发现了底下有一个明显的渗油 然后呢,我有一次用的时候它不工作,然后反而呢就是或者是断断续续的工作 然后往嘴巴里面滋油,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呃,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的把它放在说啊,我要做一开箱评测或怎么怎么样 因为,呃,就我那个感受的话,给我的感觉,咦,这个怎么给人感觉好像它有很多硬伤没有解决一样啊 呃,然后我也发现了它的那个即时,它的那个工作的时间统计 老师会复卫到零,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基本上也不会看那个事件 呃,但是我觉得味道的解析力和稀组 确实是一家特啊,继清风二和ZQ之后,这将近两年来 它们在小烟设备里面推出的综合体验最好的一个,它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包装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它里面是带两颗这个Pod的 好,这是Favor Stick啊,我选的是一个紫颜色的,它是一个板,比较板正的一个一个造型 因为它的厚度呢是比较厚的,我们可以把它跟K8对比一下 它明显是比K8要厚很多,也长一些啊 呃,它是一个长方体,但是周围有一个斜切边整体来让手上的感觉 有点像苹果12的那个边缘刮在手上的感觉 倒不是说它这样不好,只是觉得它有些板正 这边是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开关,也可以当点火键啊,底下有一个屏幕 左右两边是有一个小的进气孔,底部是一个Type-C的接口 然后呢Pod呢,是用的传统的就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卡扣式的啊 然后是底部柱油啊,从这地方整个打开 一个柱油孔,一个出气孔,然后合上 Pod分0.6和1.0两种组织,然后油仓的容量是3毫升 它的电磁容量是1000毫安,带一个调压的功能 调压的方式是连按三下,然后只能单向调节 就是打到最高,它的调压范围是1到30瓦啊 打到最高之后呢,然后再从头开始调这样,17除以电阻 我一般用43到44 选定之后呢,就不管它,它自动跳三下五下就自动确定了 然后它有电量显示啊,极高级的屏幕电量显示 这一点就甩了月科五代8条街 电阻显示,以及抽期时长显示 但是抽期时长,它永远会回到0.0 它的工作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这是一个bug啊 它的心智呢,是这个固化在里面的啊 并不是那种像马克破或者菲尼那样插拔式的 组织分0.6和1.0,0.6是用来飞吸大烟物 1.0用来口吸丁烟,吸嘴稍微有点大有点方正 气道是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气道,底不进气 吸组的话,1.0的吸组比较紧实啊,0.6的呢就比较轻松 我这里面是有个年多 就解析力而言的话,就我体验而言的话呢,它的味道呈现比较明晰 层次的表现呢,我觉得没有菲尼拉的那么开啊 但是呢,它还是偏往中间收了一点 但是那个每种味道的表达,区分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甜味表达比较明显 但是没有到它之前AVP那种放大的那种程度 也没有很明显的吸油的感觉 在冷凌的处理上面呢,也算是做的比较好 我并没有印象中给我一个很容易吸到油的一个印象 那么至于我刚才开头说的我在用的第一天碰到那个问题啊 你说连带底部剩油,以滋油自到我嘴巴里面 那确确实实是我碰到的 所以也让我有疑虑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的去评价它 而是选择了继续用的很多POD 吃了不同的油,用的那段时间 我发现呢,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呢 剩油这个问题呢,我后来又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发现 或者是说它又没有到我第一天碰到的那种情况 就是我不论什么时候拔开POD 都能发现底下一堆,并没有 因为气道是这种直上行 在上方有一个开口啊 对这个烟雾的分散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整体烟雾的集中性也比较高 然后在你口腔里面给你那种浓郁的感受也比较明显 凉度方面呢 我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有血弱或者是放大 所以整体给我的感觉实际上我想起来一个设备 就是想起来以前的气风2 相当于是把气风2做了一个小型画 然后加了一个屏幕 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体验 密封信呢 我用了这么多POD的话 我感觉还行吧 就除了第一个POD 我老是会发现底下有这个声音叶 其他几个POD都还好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评控的一个差异化问题吧 总体我的评价 对它而言我是一个有一个变化的 因为我一开始它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但是呢想着 伊加特好不容易推出一款机器是吧 我也不要那么简单的妄下评论 所以我就还是坚持了用了啊 这么多POD 然后我用了这么长时间来 那之后我的感觉就是 它是伊加特在这一两年之内推出的一款最好推一款小燕 那么这是它对于它自身品牌来进行对比啊 那么在整个横向来比的话 在整个业内来比的话呢 它也算是在2021年开头出现的一款比较优秀的产品之一 因为2021年才刚刚开始啊 今天出现了很多很好的设备是吧 Favo Stick 是吧 Board 探险者 菲宁以及我一直在推荐的菲宁 哪怕是去年的马克破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一些产品 对它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口锡啊 它的口锡的这个锡组是比较紧实的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啊 就是我觉得刚好我什么都不用做 这个锡就刚好 但是呢我又发现呢 你看我这么多1.0的锡组 它的锡组是变化的 就是说你同样一合1.0的Pod 你可能三个的锡组都会有一些不同 有的会偏松啊偏紧的我们遇到过 然后偏松有种情况就是不大容易触发空开 第二呢就是它底下的电极的接触点啊 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 因为我碰到了好几个就是 呃我这样插它可以工作 但是如果反过来插它就不工作了 所以它这个品控方面啊 还是有一些问题啊需要加强 还有就是它的0.6啊用这个大烟雾的话 我感觉锡组还是有点偏紧 它如果说你不用开放式 就你嘴巴不留缝来吸的话呢 这个感觉就还是有点憋 哦对它还有调压功能 所以这个调压功能的话 我们首先想到什么 想到的是之前那个smoke的nfix 大家记不记得 那它跟nfix比起来的话 它就是锡组和一个口锡的体验 比那个nfix要好 因为它是用那个纯棉花的一个型 但是nfix比它呢就是造型和设计方面 比它要漂亮 手感眼手感也比它要好 但它的体验方面呢 是比nfix要更优秀 虽然它并不完美啊 这样我说的 它我也碰到了深夜和那个自由的情况 嗯 然后也有烟弹技术不良啊 正差可以反差不行的这种情况 或者是空开 有时候有一些烟弹的公差 它的那个空气的这个负压不足 造成个空开工作断断续续 这些情况我都有碰到啊 但是总体在我这五个pod的这个体验里面呢 它只是占这个少数情况 呃所以我觉得它总体而言还是一款 非常不错的一款小烟啊 他这一两年之内的伊加特目前呢 在继清风2和ZQ之后呢 终于算是推出了一款像样的产品 但是看得出来这款产品呢 其实呢还是有很大的值得打磨和提升的地方 好行这就是我对这个Favor Stick的这个 我的个人使用评价 总体而言它缺点也很明显 优点也很明显 但是总体而言瞎不掩喻 呃是一款值得推荐的一款产品 我觉得值得入手啊 好行我是一百老许 欢迎你收看我这期的评测 那么我相信已经有不少的人 已经用了Favor Stick了 那么你对我这个评价 你认不认可 或者你有什么啊 使用中的一些自己多少感受 也希望你在下方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吧 然后一键三连点赞评论转发这期评论的话 我会抽三个信用户啊 送出三套这个产品 行我们下期再见啊 下期我就评测board 就是那个depart的那个探险子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